為了爭取就業平權 身心障礙團體 今天下午是發起大遊行 有三百人浩浩蕩蕩 在勞動部前集結出發 他們透過行動劇 表達不同障礙類別 在就業上面臨的困境 因此也提出 希望政府能夠設立身心障礙者 反就業歧視法的訴求 大家一看到輪圓的時候 大家又問你說 可是我們這邊沒有無障礙 在廁所 覺得是說你可能沒有辦法勝任 雖然有能力 但卻因為沒有無障礙環境 和好的工作機會擦身而過 肢體障礙者許先生很無奈 由不同身心障礙團體 集結的簽帳遊行 今年邁入第五年 有三百人一起上街頭 透過行動劇 身心障礙者表達在職場上 沒有辦法和一般人 有同等的申籤機會 有些雇主他可能聽到有憂鬱症 他可能想說這個人工作效率不好 都在睡覺 聽力損失的程度 會有分會獨存和全龍 不應該有這樣的分類 不應該歧視龍員 應該要看個人的工作能力 我們全國有110多萬的生意障礙者 但是在官方的統計裡面 直接就把八成的人拿掉 說他是沒有勞動參與能力的 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生意障礙者就業不到兩成 簽障權益行動聯盟表示 身心障礙者失業率比一般人高將近三倍 因此提出設立身心障礙者 反就業歧視法 希望政府落實無障礙環境 要有公平的升遷機會等 爭取就業平權 記者 佩軍 林公煌 台北報導